放飞头脑四续飞扬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代高僧红衣大师的故事 和他的绝笔所留下的谜题 1942年泉州温邻养老院 10月13号晚上 63岁的一代高僧红衣法师正经危坐 叫来了弟子妙莲法师 让他拿来纸笔 红衣法师先写下遗嘱 然后在另一张纸上写下了 悲心交集四个大字 交给妙莲后 他就这么一只胳膊支着头 侧身躺在简陋的床板上 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了 表情安详肃穆 妙莲退出去关上房门 坐在外面为师父诵经 在振振的诵经声当中 红衣法师安详的语言记了 悲心交集这四个字 就成了红衣法师最后传世的末宝了 请大家看这四个字 这也是引发了大半个世纪争议不断的四个字 争议首先集中在诡异的字体上 红衣法师俗名李淑彤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是民国才子中的才子 他在金石书法绘画音乐的造诣上 都堪称是一时之选大咖中的大咖 而您看这四个字呢 宛如孩子般幼稚笨拙 完全不像是练习过书法的人缩写 更不要说是一代书法名家李淑彤了 大家再对比一下红衣法师的另一幅字 放下 这幅字近年拍出过400多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呀 差不多是200万元一个字 这在书画作品当中也算是天价了 再看红衣法师年轻时代的作品 多是大刀阔斧深沉古墓的风格 怎么一座判若两人了呢 有人认为 红衣法师由于常年患有神经衰弱症 满年的时候四肢都浮肿了 可能临终之时已经没有握笔之力了 才会留下与一生风范大相径庭的一座吧 但是有长期研习书法的人不同意 说自由练习书法的人呢 一提笔就有精气神在 哪怕是体力衰弱了 动作走行了 但是下笔也看得出底蕴 不至于出现和一生的成就180度反差 完全是两个人写的字这种情况 这些人认为只能从字如其人这个角度去理解 因为字啊 它往往能够反映出写字者本人的性格心境等等因素 字是书写者志向的展露 心境的表白 人品的写真 所以才会有见字如见人这个说法嘛 红衣法师临终留下了儿童般幼稚的字体 那就只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他过去的全部人生经历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另外有一些人干脆就说 这幅一座压根就是伪造才会判若两人的 悲心交集这四个字 浓缩了红衣法师传奇的一生 那他包含了怎样的秘密 又想表达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试着来破一下这个闷 但是得先从红衣大师的生平说起 1880年天津 一只喜鹊闲着一只松枝 飞进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 只见喜鹊嗖的一下 就飞进了一间雕梁画洞的房间里 在房间中间的圆桌上放下了松枝 然后拍拍翅膀飞走了 在场的女仆老妈子们都看傻眼了 不知道这包含着什么寓意 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传出哇的一声 清脆的婴儿啼哭 原来是这一家的五姨太生产了 隔壁的男主人李小楼 听到孩子的哭声很开心 一听到生的是男孩就更开心了 他翻遍了点击 给孩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李文涛自书童 李小楼是天津的盐商 也是当时天津的首富 属于福布斯富豪榜级别的人物 李书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李书童从小就接受着最优质的教育 在他幼年父亲去世之后 大哥担负起家长的职责 继续给他提供优质的教育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 李书童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另一方面呢 小书童确实也天资聪颖 文章诗词歌赋样样不在话下呀 眼看着书童如此出色 兄长和母亲也都对他寄予厚望 光阴仍然 李书童转眼就长成了翩翩家公子 按照习俗 他在18岁那年 在母亲的安排下 娶了天津另外一位巨伤的女儿于氏 后来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 这使李书童的才名远扬 家族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可谓是谈笑有达观 往来无白丁啊 李书童的得意人生才刚刚开始 但是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 年轻的光绪皇帝 集结了几位血气方刚的政治菜鸟 希望用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来扭转乾坤 热血青年李书童 听到以后也极为赞同 还四处发表言论 支持维新变法 结果这场变法不满百日就夭折了 光绪帝被软禁 务须六君子叠血菜市口 而李书童也被视作了 康梁一党受到了牵连 其实这也不算冤枉他 李书童曾经刻过一方印章 上面的七个字 就是南海康军事无师 就说康有为是我的老师 这算是实锤的证据 不过李家到底是一方巨富 花钱消灾上下打点 是没让李书童进监狱 没遭什么罪 但是仕途是无望了 天津也暂时待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李书童只得携带母亲和妻子 去上海避祸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 虽然实力洋场还不像后来那么热闹 不过已经是一个活色生香的大都会了 李书童既有家财万贯做底气 又有财情容貌当敲门砖 那当然故事不断 很快就和当时的名记朱惠柏 李平香们都有了往来 还为他们写过香艳的诗词 闹出过桃色的绯闻 妥妥的就是一个清末版的王思聪 这时李书童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变故发生了 年仅46岁的母亲突然去世 她出生的时候父亲是68岁 母亲当时只有19岁 所以李书童的父亲李小楼 73岁去世的时候 李书童只有5岁 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母亲就不一样了 母亲是她整个童年世界的全部 母亲的去世第一次让李书童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 母亲临终的时候给李书童留下了一句话 我从来就没有见你快乐过 那现在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母亲的这句临终嘱托对李书童的影响很大 也许是她日后那个石破天惊决定的原因 李书童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离家东渡日本 去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和音乐 这一去就是六年 时间转眼来到了1910年 一艘轮船停靠在了上海港 李书童走下了轮船的闲踢 可是在她身边还陪伴着一位美丽的日本姑娘 她就是李书童在日本学画期间的人体模特 橙子姑娘 而现在是她的妻子了 这样李书童就有了两位妻子 一位中国原配 另一位是日本新欢 原配于是在天津老宅 李书童和新妻住在上海 李书童这种行为要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那一定是会被打上渣男的标签 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无人诟病的 因为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少之又少 嫁人就是最好的出路 男人一妻多妾 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只要做丈夫的能够善待和赡养伴侣 你就不算是渣男 有多少媳妇你也不算渣男 李书童携家人学成归国 刚想大展宏图有所作为 结果又迎来了他人生的当头一棒 李家破产了 这也就意味着李书童的豪门公子生涯 从此game over 他以后得自食其力了 但奇怪的是 已经习惯了做贵公子的李书童 却非常淡定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大概和他母亲的突然去世 对他的冲击有关 其后发生的事情 对他来讲都算不得大事了 他把成子安置在了上海以后 他立刻就去找到了 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到学校当老师 他开始在上海工业学校教画画 后来又去了南京师范大学 教国画和音乐 生活的压力非但没有把他压垮 反而促使李书童完成了 他人生的第一次蛻变 由晚清王思聪 变成了宗师级的人物 他的才华和创造力 在这一时期喷勃而出 那首著名的宋别 就是完成于李书童回国后的 1915年冬天 那一年他与多年之极 许幻元分别 在一个飘雪的冬日 他望着好友远去的背景 李书童的心境 久久不能平复 回家以后 他让妻子成子弹钢琴 在琴声的伴奏下 他创作了这首流传百年的 宋别歌词 这首歌的曲 是美国作曲家 约翰·奥特威所作 第一版日本歌词的作者 是诗人犬童求息 李书童所谱的这首词 宋别是极大成之作 李书童第一个在大学里 教授西方乐理 推广钢琴 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 音乐期刊 音乐小杂志 还抽空写了一本 欧洲文学盖棺 李书童擅长素描和水粉画 但他是第一个把油画带入中国的 堪称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 他撰写了西洋美术史 石膏模型用法等等这些艺术教材 同时非常难得的是 他对自己的学生爱护备质 每个月李书童都要把薪水分成四份 一份给日本妻子成子 一份给原配渔士和孩子 一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最后一份才留给自己 他培养出的弟子当中 不乏后来泰斗籍的人物 像漫画家风子凯 博画大师潘天寿 音乐家刘志平 书画家钱君陶 都是他的学生 连一向冷眼看人间的鲁迅 都是李书童的小迷弟 以拿到他的一幅墨宝为荣 在外人看来 这一个时期的李书童 已经是功成名就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吧 可是李书童自己却觉得有遗憾 因为他一直在追寻着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才是自己想要的 财富他曾经拥有过 不过有钱的时候 也没让李书童感觉太快乐 现在他是名声在外 也有红袖天香 可是李书童也没有觉得自己就更快乐了 在任教这段时间 李书童开始阅读各种佛教经典 阅读佛经时的宁静 反而让李书童感受到了一种 发自内心的愉悦 这段时间 他的一个好友夏勉尊 有意无意的对他提到 出家搞不好才是你该走的路哦 夏勉尊也不是泛泛之辈 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育家 同时也是一位在家居士 虔诚的佛教徒 好友的一句话点醒了局中人 1918年李书童突然做出决定 在杭州湖跑定会寺出家 这个消息一出就成了个大瓜了 成了当年最劲爆的新闻 所有报纸都以头版头条 登了这条消息 李书童的原配妻子于世 反应还算淡定 反正丈夫也冷落了自己这么多年 留学归国 带回来了一个卡哇伊的日本娇妻 那这个老公有和没有差别也不大 出家就出家了吧 可是受不了的是日本娇妻成子 看到这条消息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胡跑寺找人 拉不回丈夫也得问个明白 胡跑定会寺坐落在杭州大慈山下 人们习惯称他为胡跑寺 这里远离尘销也很少有人来 只是偶尔有些乡客和居士们来到这里礼佛 就在李书童受戒以后的第三天 成子就来到了胡跑寺 他从大殿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找 他一定要把丈夫找出来当面质问他 为什么这么狠心抛弃了自己 就在成子找人的时候 一位僧人前来询问 女施主你找谁呀 成子操着一口浓重异国口音的中文说 李书童君 我找李书童君 僧人听到这个名字有点疑惑 就回答说 前段时间是有弟子刚刚剔度 但是我不清楚他的俗家名字是什么 我去帮你问问 请女施主在此稍后 成子稍微安了点心 平静了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 这位僧人回来对成子说 女施主很抱歉 我们庙里没有这号人 您请回吧 成子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但是无奈之下也只得转身 慢慢离去 僧人回到寺庙后院的一个小房间 里面有一个僧人正跪在佛像前的蒲团上闭目念经 听到开门的声音 他头也没回 只是低声说了一句 师兄谢谢你 他就是李书童 现在的法号是红衣 又静默了一会儿 红衣又说道 人总免不了生离死别 就让成子当我是抱病而亡 不见也罢了吧 说完 他继续默念佛经 成子没有找到人 回到上海的家中以后 却看到了李书童为他准备的一笔钱和一些物品 两天之后 成子就登上了回日本的轮船 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这段缘分就这么了结了 李书童的前半生 可以说是赏过最美的花 喝过最烈的酒 爬过最高的山 也见识过最广阔的风景 可是他后半生所选择的生活道路呢 却是一条最为倾苦的道路 因为他所皈依的 是以戒律严格著称的佛教律宗 从随心所欲的文艺大咖 国民偶像 到如今严格持戒的红衣法师 是李书童人生的第二次蜕变 是由文艺宗师摇身一变 成为倾苦的修行人 跨度之大之难 一般人难以想象 但是红衣法师在后面的这条路上 不仅走得很稳健 而且非常出色 红衣法师每天 严格遵照戒律和寺院的规定 坐禅 念经 洒扫庭院 毫不含糊 而且在规定的时间 就会出门云游 佛门的云游 和我们现代看到的和尚出游 是两个概念 真正的云游 是只能靠两条腿走路 一路上全靠化缘 也就是要饭 要得到就有 要不到就饿肚子 晚上有人愿意提供 免费的住宿呢 就睡 没有人提供 就露宿野外 杜绝一切钱财 和舒适的生活方式 在红衣法师出家修行的六年以后 他要去一个小城市的庙里 参加一个法式 红衣法师在路上走了足足有一个月 行脚啊 才到达目的地 结果刚到了目的地寺院 执事的僧人就说 因为各地来的师兄弟太多 庙里已经住不下了啊 就请您到另外找地方住 先对付对付吧 红衣无可奈何 只好到小城上的客栈 一家一家的询问 能否留宿贫僧一宿 但是因为没钱嘛 所以没有一家客栈 愿意收留他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 政商名流party上强迫头 也要请来的风流才子啊 如今想要求得一间 遮风避雨的小破屋 也不可得 最后只有一家小客栈 给了他一个小房间 说你可以住几天 到了那地方一看呢 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床 就是一个杂货间 可是红衣法师 还是很开心地住了下来 一住几天 由于潮湿和脏乱 让红衣法师身上 都得了皮肤病 长了一身疙瘩 恰巧这时 当年的好友夏缅尊 前来看他 看到昔日的好友 如今寿古临巡 而且住在这种 最为简陋的小旅馆里 他就很后悔 自己当初劝李淑童出家 谁知道红衣是乐呵呵地说 不必担心 肉体上的苦 对我而言不是苦 时间一转眼 到了1942年 63岁的红衣法师 住进了泉州的温灵养老院 走过了24年的艰苦修行 红衣法师此时知道 自己缘济的时间近了 于是就嘱咐 弟子妙连法师 拿过来了纸笔 写下了遗嘱 和最后的这幅墨宝 悲心交集 妙连一看师父的遗嘱 原来是叮嘱他在火葬的时候 要把装着遗体的缸周围放上水 因为在佛教当中 僧人如果圆寂 遗体一般会被装入这样的大缸当中 去火化 红衣法师让妙连放上水的意思呢 就是避免有蚂蚁爬到缸里面 在火化时会雾伤生灵 遗嘱上还有这样一句话 意思是 如果你看到我流泪了 记住 这不是为我自己而哭 红衣法师的遗体火化后 烧出了1800克射粒子 被分成了两份 一份葬在了泉州青原山 另外一份留在了湖袍寺 悲心交集 就是红衣法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绝笔 什么意思呢 悲是慈悲 心是功行圆满之后的欣慰 慈悲于众生和欣慰于修行的成果 这两种感情此时在红衣法师心中同时涌现 在悲心交集中 他找到了最终的宁静 这也许就是李淑彤从富家公子变为文艺宗师 最后成为修行人所留下的最后感悟吧 回到开头的问题 如果这四个字真是李淑彤所写 那为什么会字体大变 全无过去书法大师的风范了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 也许真的是见字如见人 红衣大师此时已经反谱归真 回到了一颗纯真的儿童心态 此时的红衣法师早已经不是那个 顶着无数耀眼光环 走过风花雪月的李淑彤了 而是经过几十年艰苦的修炼 已经是误我两望脱胎换骨 很可能真的就已经忘却了世俗的成就 甚至连书法家的记忆都化为尘焉了 此时的红衣法师很可能真的是回归到了六七岁小孩 那个单纯的心境了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向了个网 难道说所谓的空门就是进入更高维度的时空之门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